哈喽 大家好 我是问题少女小巷 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是要跟大家多说一句保重 因为现在疫情放开了嘛 大家一定要多多睡觉 然后多多喝水 尽量不要洋 洋了呢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 尤其像我们这种出差的人 更加说给我自己听的 好了 那今天呢 其实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感觉又要被骂又要被碰了 又是广风的一台车 广风的威萨 那台下面的 所以说呢这台车呢 也有人称它为雷克萨斯NX的平T 那整体呢来看一下 威萨这台车的一个外观啊 它的整个造型啊 线条设计明显还有车身比例 都是设计的比较前卫和时髦的 所以有很多人说 它是风险里面最好看的车型 那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前脸啊 前脸是X形状的一个造型 然后两侧呢是L型的阴眼大灯 然后光源呢是LED的光源 下方呢有一个尺寸比较大的T型的格杉 然后内部呢是网状的结构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第一眼还是很好看的 为什么 尤其是这块凸出来的 就前脸这个X形勾勒出的形状 很像是Supra的感觉 那侧面的线条呢其实是非常流畅的 车顶是一个溜背的造型 然后呢一直到车尾这边呢 然后在急速的收窄 然后这边横向的感觉 看上去还有一点优雅的味道在 那车身尺寸方面呢它除了车长呢是明显的要优于威兰达的 但是呢轴距是跟威兰达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去诟病它的地方 哎你这台Visa价格比威兰达要高这么多 怎么会轴距也就是中国人最care的空间上 居然表现是一样的那么谁会去买它呢 其实我觉得呢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啊 我觉得很多人去买丰田的车型 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它省心好养活 然后待待相传嘛可以 但是这台车很难得的一点是 它既保留了丰田的DNA 但是呢通过外在造型非常的时髦前卫 待会我们去内饰里看 你会发现它的用量会比以前更高级和细腻 整体呢还是有些豪华感在的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点 它就像是更深入的去满足你的需求 懂自懂啊朋友们 车尾造型呢又是有一点运动感在的 你看顶上的这一个小小的扰流板 以及下方很高位的这么一个刹车灯 包括贯穿式的尾灯 以及下方还有一个贯穿状的度过式条 非常粗壮 还有就是双边共两处的排气 能感觉到这台车的一个运动感在 那放在过去呢你可能会看到 即便是来到了威兰达这个级别 或者是威兰达这样的车型 它的内饰依然是非常老气横秋 没有什么特色的 但是呢来到了威下这台车上 你会发现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 它跟雷克萨斯MX有点摘清代故的原因 它的座舱类呢其实是比原先要年轻和豪华很多的 比如说这边有12.3英寸的中控屏 12.3英寸的仪表屏 然后呢梯形的这么一块中控台 两侧呢是非常粗壮的这个饰条 非常有个性 那这块中控台的设计来源灵感呢 其实来自于马鞍的 那像在车门的内衬啊 仪表台还有中控台这一块 都有使用到非常多的真皮的台质 以及啊度过的试条 然后还有钢琴烤漆 这些呢都给这台车的内饰带来了很好的质感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去到了丰田的这个 真皮货衣装的加工厂 他们的工厂那边参观了一下整个皮质的这个加工过程啊 首先呢你要拿到一整张皮的原材料 然后呢要放在整个一个很大的滚筒里面把它滚软 然后呢再压纹 这样呢你就得到了一张橙皮 然后你就可以拿它去做画眉了 就先卡到旋律 然后呢特别是车门的内衬这一块 别的车我之前倒是没有留意过啊 就今天去参观的时候 发现他们有一道工序是 在薄薄的真皮底下会贴上一层海绵 我就想这一块材料会用在哪里呢 然后我今天特地摸了一下 应该就是用在车门内衬这一块的 所以说呢它的质感啊什么都会更软一些 所以你如果把手扶在这里 尤其在后排会更明显 会比较的舒适 另外再加上这边是多层拼接起来的这么一个皮质 再加上缝线的一个设计 会让这台车呢显得啊 它的整个设计不会过于的单调和简约 我觉得也是蛮提升豪华感的一个小设计 然后呢再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今天新听到的一个名词叫做金鼻子 可能大家应该有听说过我的第一次听 就是说呢在那个工厂里面呢它有一个专门的风田的气味实验室 它会叫七个金鼻子过来闻它们的成品的这个皮质皮料啊 然后够不够格 而且据说呢那些金鼻子有的是规定它不能抽烟啊 不能吃辛辣的东西让我觉得好神奇 然后这台车还有一个蛮好的配置是它这个天窗啊 那这天窗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上面是雾蒙蒙的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有天窗的车子 你说我如果把那个遮阳帘给打开呢又有点晒 如果我把遮阳帘关上呢我又觉得不够亮堂 但这台车威萨的天窗是可以一键就可以 在你打开了遮阳帘的情况下一键就变雾 然后呢你又保持了车内的空间是很亮堂的 然后也不会被太阳晒得很辣或者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设置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那在动力方面呢 威萨是有2.0升的燃油车型和2.5升的混动车型的 并且呢也有两驱和四驱版本可以选择 所以选择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比较有亮点的车型呢 就是它的2.5升的混动车型 这台车呢其实我觉得它开起来啊 就感觉还是和兰伐兄弟很像的 就包括你动力的输出是非常平顺的 然后你要超车的时候呢 它的动力也给的非常非常强劲 而且呢混动车型它的综合油耗只要4.5升 每百公里 所以呢燃油经济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因为它这台车用到了很多的加厚的双存玻璃 所以它的坐舱静密性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整体的乘坐感受呢 还是在我看来是配得上豪华两个字的 然后呢也是在向豪华品牌越来越看齐了 但是我想说说两个点呢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它 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大家不愿意去买它 首先说说为什么会有人买它 那我们知道就是威夏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大的竞争对手呢 就是它的姊妹车型一级丰田的临放 临放其实销量倒是还可以的 但是呢如果我是这样一个消费者 我们代入看一下 2.0升呢是一个中国的特供动力 然后我不想买2.0升 我想买一个2.5升的混动 我觉得这样更适合我 然后呢四驱毕竟也不是刚驱 所以呢我要买一个2.5升的两驱车型 那这个样子配置呢如果是放在临放呢 它是只有一个版本车型 而且这台车的配置并不是很高 那如果说呢我再把目光放到合资品牌里面评 那美系 这个通用或者是福特 那通用的话呢 昂科威其实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也看了威夏的这些内饰 昂科威的这个内饰呢 一定是不如这台车做的好的 那如果是锐记呢 后排空间表现其实还没有这台车好呢 那如果是日系好了 日系嘛就是齐骏 齐骏全系三缸我觉得大多数人 大多数中国人应该是受不了的 嗯 包括本田 那本田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的整个座舱精密性和毫发感 肯定也是比不过威夏的 这是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可以来选择威夏这台车 然后呢我也很客观的 很理性的 去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台车没有人买 或者大家不愿意买啊 就是 这台车呢 它可能价格上还是稍微有点高了 我有这个钱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愿意去购一购 二线豪华平台的 那什么样的人会买这台车呢 首先你要 有这个钱 然后你对生活品质 你对做舱的这个体验 有一定要求 但是呢 你一定还要是一个 丰田的忠实粉丝 我觉得要充实 满足这么多的需求 可能威夏它就会越来越好起来 但是整台车我觉得 还是没有什么大毛病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 你看我们坐进来能感觉到 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 都不是丰田那个味儿了 就是它的颜值 还是很有豪华的感觉的 好了 我是问题少女小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